天天停很多的朋友总是把握不好我们车头车轮的一个位置 不管是遇到载路掉头或者是载路转弯的时候 总是判断不好车身的一个位置 可能稍不足以就会发生这个过程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前轮怎么掉下钩的都不知道 那就比较尴尬 那么接下来时间就给大家分享 两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让你轻松的去掌握我们车头前轮的一个位置 首先我们得找一个这样没有人的停车场 去测试我们前轮压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测试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来 我们上车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注意观察我是怎么样 把我们的前轮压线的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轻松的 我们这个前轮就紧挨着那个线 来 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利用哪一个点 做到这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对于我们左边而言的话 我用粉笔做了一个标记 看到没有 这个标记 刚好是对齐那个线的 对不对 我们右边的话 看到没有 也是刚刚好这个点是对齐那个线的 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车型去测试一下 有可能你们测试出来的那个点 是在这个位置 也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只要根据你们自己的车型 去测试一下这个点在哪一个位置 就可以轻松的判断出我们前面车轮的一个位置了 队友刚刚给大家测试的那个参考点 我们现在就上车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实际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此时刚好这个参考点是对齐那个马路边的边缘的 对不对 只要我们车头没有障碍物 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这个点 作为参考点来判断我们 左边车头 左边的车轮的一个具体位置 如果说我们这个点 在这个位置 来对齐我们那个马路边的边缘的话 那么就声明是越安全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车头 以这个马路边也就越远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不管我们是载路掉头 还是在转弯的时候 只要我们车头没有障碍物 我们在转弯的过程当中 只要这个点来对齐我们这个马路边的边缘了 那就说明也是一个极限的距离了 如果说点是对齐这个位置的话 那就证明也就越安全 同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说我们右边判断右边车轮的一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此时这个点同样的也是对齐那个马路边的边缘的 也就证明我们车头 右边车头那个车轮 是紧挨着这个马路边的边缘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那么我们同样的可以以这个点 作为参考点来判断我们右边车轮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 不管是在载路掉头 还是在载路转弯 只要我们车头没有障碍 是不是都可以轻声的应对了 对不对 第二个方法去判断我们前面车轮的位置 就非常的简单了 对于左边而言的话 也就是我们这个左脚摆放的这个位置 往下 也就是我们左边车轮的一个位置 那么对于右边而言的话 也就是我们右边 A做那个夹角 往下 也就是我们右边车轮的位置 或者是说我们副驾驶坐的位置 那个脚摆放的位置往下 也就是我们往前一点点 也就是我们右边车轮的一个位置 对于这两个方法去判断我们前面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会因为不同的车型以及不同的坐姿 它们所对应的这个距离也会有所偏差 大家可以结合里面的车型去实测一下 特别是车门上这个参考点的话 那么你不管是遇到载路转弯还是载路掉头 只要我们车头没有障碍物 那么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判断 也不至于在遇到这种载路掉头的时候 别人很轻松的就过了 而你的话可能要三把四把 倒来倒去勉强才能够掉头 那就非常的尴尬对不对 好 今天这些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对屏幕前面你们有一点点的帮助 记得点个赞或者点个关注 我的主页还有更多的汽车知识